6月23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预计今年冬季到明年春季 新冠疫情不会消失 但也不会大规模爆发 现已进入盛夏时节 针对有人担心新冠疫情将在京东明春会卷土重来 钟南山表示 新冠病毒可能只是暂时隐匿 但不会像第一波疫情那样出现大规模的爆发 京东明春这个疫情不会消失 从来的意思就是全部消失了又出现了 我想不会是这个现象 或者是到冬天到春天增加了 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不认为它会像第一波 就是全世界这个疫情出现这么大的爆发 因为你病毒这么肆虐 人也有人的办法 人经过这次教训 我们特别是我们国家就很注意加强这个 这个所谓的视早 早发现 早诊断 早隔离 早治疗 特别是在群 在社区这个体系 这条是最有效的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 针对北京近期发生的聚集新疫情 钟南山表示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常态化防控策略 除了防人还要注意防务 我们除了考虑到外来输入的人的问题 还要注意外来输入的物 就是被污染的动物 因为这一次在北京出现了 有可能是一些动肉 动鱼 或者是其他东西 因为在那个环境里 环境里 减出了这个病毒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当然所谓输入的话 不见得是国外 还有各地输入的 所以现在加强对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 以及这个食物这些的检测 这是非常应该的 他自己的检测 谁学会 手学会 是更多的检测 这次是一集中文字面的